新武林大会 最近备受关注 收视率挺不错 上个月一度变成综艺收视率冠军 引发网友 看来请那么多的流量明星还是有用的 确实 请了不少大咖过了 流量女王迪丽热巴 薛之谦 还有最近又火了一把的复查皇后秦岚 也应邀而来 听说本周节目还会迎来跨界艺人Angela Baby Baby向来在大家印象中好像是不太会跳舞的 在跑男的野性一点的节目反而适合他 不过他也一向爱挑战 性格开朗 这部在仙道片里面 便看到Baby跳舞的片段 看得出Baby还是蛮认真的 没办法 不是专业甚至都不业余的 他临时抱佛脚 也希望能展现好的一面给公众 这种态度就挺美的 貌似练到都只差趴下了 令人感慨的是已经是生过孩子的人了 皮肤和身材保养的还那么 看起来好些还是胶原蛋白十足的少女 而且不光是Baby来了 连邓伦也来了 不过这次不是大家期待的邓伦和热巴搭档 而是邓伦和Baby合伙踢馆 在排练的过程 邓伦还稍微有模有样 论业余应该比Baby好些 这次迪丽热巴好像腰伤所以暂停跳舞 Baby的到来好像及时就场一般 大家知道 Baby和热巴的关系一直挺好当复 Baby的生小孩暂停参加跑男的时候 就是迪丽热巴来就场的 娱乐圈也好玩 通过节目互动也能看得出两人的关系 迪丽热巴之前的出场 还是让人蛮吃惊的 因为他说他是总编舞 我们也看到 机会他不跳舞 都给节目带了很多乐趣 不过迪丽热巴的舞蹈肩负是无庸置疑的 毕竟是紧将盛产的美女 小蛮腰扭扭的时候 很具有别样的编语风情 不由的想起之前迪丽热巴和杜海涛 那油腻腻的拉丁舞迪丽热巴自是阿罗多姿 灵巧柔美 但是搭档上杜海涛 活生生的一副美女与野兽的画面 搞得网友大肆喊叫 放开那女孩 更有网友说 这次新武林大会好在不是杜海涛 这次AB的来临又会掀起怎样的画面 她能否定替得了迪丽热巴的 深目以待吧